早晨,港股方面,香港本紀有Origan的本紀感染病例,可能延遲香港與中國跨境的空關係正常化。 另外,港股空周一有時,都限制港股的正體共力,這句港股的走勢可能會有影響。 不過,球資的招檢始終關注年初的資金流向,特別在行業方面的一機資金配置的走勢會如何。 行指的初步阻力在23,600點。 中國放寬貨幣政策可能會有利於A股市場。 事實上,見到近日的數據反映,有各樣北向資金流入A股。 反映可愛的投資者捲期是A股的。 中資券商股將會是其中一個首益的板塊。 我又覺得一些籠球的券商股,自從中信證券6030和中金3908都會受惠。 另外,預計中國政府今年找經濟為一個重要的議題。 刺激消費措施將會陸續拒出。 我又覺得資金會流向消費股。 這些行業籠球,包括安卡2020,夢牛2319和華碧啤酒291,這些行業籠球股都可以留意。 國股方面,是區界染症煤,概號1171。 事實上,在今年2020年1月1日開始,有消息指, 因爲印尼會在港口的煤儲存起來,供應給國內發電商。 因此應付印尼本身的需要。 這將會影響內技的煤供應,因爲印尼是中國煤的主要進口國, 佔供應有1.8億元,佔中國的入口量,是一個主要進口量。 這將會影響內技航空出現,因爲印尼的需求特別高。 因爲在供需的情況之下, 煤價卷期可能有上升的機會。 可以留意,煤價卷期會上升呢? 我們各級年媒1171,就是我記的一個區價。 目標價是19.5元,指示價是13.2元。 上述海基分析員為證監會持牌人士, 低屬海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從事相關受規股活動, 其及或其有聯繫人士,並沒有擁有上述有關建議股份, 發行人及或新上市申請人資財務權益。